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司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这个课大概明天可以结束 我们可能留给一节 大家都会有问题 有什么相关佛法的问题也可以提出 留给一节 看用什么方式 或是就是课堂上的问答 留给一节 有个问题可以回答 再过来我们下一次可能就讲《缘绝经》 《缘绝经》跟我也有一些缘 在早期 我自己在一些 一个法门 在法门这方面的思维当中 《缘绝经》有时候看得非常喜悦 在里面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那种 修寻佛法的那个法系 这个有时候也不好怎么去描述 就是说 当你对这个佛法有时候 更进一步的相应 我常讲的就是那种对法的皈依感 那种皈依感 有时候用语言很难去描述 不过恰不恰当 那是个人的体会 有时候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 那种皈依感 和那个 我们照理讲一个佛法 假如 你跟他的相应 你认识他 跟 你试着用你的心跟他 去配合相应的时候 其实 味道是不太一样 味道不一样 所以你会有很强烈的那种皈依感 那其实这种皈依感 并不是 并不是我们 好像我 要去靠什么东西 而是我试着我的心 去相应它 去相应它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由于你对这个法 你好像 摸索到一种 诀窍 产生了一种 喜悦 那种喜悦 那种喜悦 比较 不像 不是感官的 或是 情绪的 好像是一种 以法 依此相应的 那种心情 我自己 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揣摩 一些方法 那 会觉得说 这个到底对不对 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自己想法在看这个圆解经的时候 当然 我们这个体会不是真的体会 但就你这种一个刚开始学的初学者 会发觉在圆解经里面 找到很多 的一些 印证 那种印 到底印证变成好像我们 程度怎么样 或者是 那种心情好像 一种对法的确认在确认 就是那种确认感 所以我讲那个确认感 其实就是对法的一种很强烈的 皈依感 而这种皈依感在 比较不像是一个能对所的一种依赖 而是 将法 纳进来 变成是你心所依止的那种实践的 心情 好像是 把它融进来 所以会有一种 你当你对 这个法会产生 就是 一些说的东西 不是 不在意 不怪他 那最重要是 他的要灵 那个 一种精神 或是他那种智慧 成为一个 一个 归组 一个相应组 就会有这种 所以 所以昨天有法师讲说 不妨 看 楞严经 或是 圆结经 那个严经我有提过 不妨 不妨我们就来谈 圆结经 这个 过去有这么一个缘分 我想 过去大德在谈 圆结经也不少 那我们就试着 来 跟 这部经 结个缘 好 那因为这个经 也不算短 也不是很长 但也不算短 所以我们可能 必须要 花一点时间 但我想我们文法不是一个课的结束 而是 透过 好像一个 一门课 但不断地反顾对法类的思维 今天我们 谈 四十二章经 以后谈任何经典 其实 不过是 不同的角度 会向一个 实相的道理 那有的是 偏一试 有的偏一离 一个试离 都很均衡的 这个有时候是 经典是 诸多经 破立 破破 有时候从这边离 有时候从那边离 但它所会向的地方 我个人是用一个 比较 绒统 就是 我比较不喜欢用 中派 中门 比如说如果 袁解经有的人就认为他可能是 是 如来藏的 或是属于哪一个性的 这个 我无论这个 我了解 现在人的分 分别的态度 但我是认为 我从不同的角度在 会向思想 基本上是用这种态度 也许以后 我们透过 这个另外一部经典的 探讨 对佛法有 更深刻的 对那个戒的建立 更能同打 好 我们来看我们昨天所谈的 昨天我们谈到的 这个是 第37章 第37章里面 谈到这个戒的问题 我昨天一先谈到一个核心的 观念 因为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要解释这个道理 我想 大家应该很清楚 但如果只是 着以这个文字项 是不是有时候也会 差事千里 有可能 好 这一次我为什么在谈 就是说 当我们不断修行 有时候 我们从事教育 也一段时间 学生也有一些 那每个人 各有各的天地 一段时间 也有的 也受用 也有的 各有各的因缘 但我总是 想问的就是说 这么一段时间的修学 你心安了没有 你心安了没有 因为那个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只是 假如有应用 我提供这种 一个东西让你去反省 就是说 你修学到最后 你心安了没有 你的烦恼 你的问题 你对于这个修学的路 是业佳肯定呢 还是开始慢慢帮我 对自己烦恼是慢慢想补呢 还是支撑了更加 绵密 生日 更加 坚固的这些反省 会不是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 看得很清楚 那我说我文字像 我想我们在说 有些应该都能理解 但我是希望说 除了文字上的道理 我想这个道理 我们很清楚 当然是戒了 但昨天谈的就是 这个戒的核心戒 对佛法的戒法定位 这个核心的定位 一旦定出来 那我们在往我们事项上的戒 这个事项上的种种戒法的定义 就才能找出它的位置来 好 我说的话 你可以 外面风光 外面庄严 但 内心不堪 会不会这样 会 好 就是 看是 外面庄严 但里面其实不堪 这个东西不能禁止其虚的 所以 我才会说 今天如果有缘 曾经我教过的 我其实很想提醒他们 经过几年 你到底 心安了没有 那这个答案你不用告诉我 这个你问你自己 好 你心安了没有 好 所以 你可以在一个外向的戒法的亲近 但你是不是真正挑补到你的方法 所以这里面讲说 我们如果你离无 佛子 我说 佛子离无数千里 意念无戒必得到 那这个戒法的核心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从 在家戒到出家戒到菩萨戒 我在其他地方有谈 戒法其实是有次第的 包括我们的修行是有次第的 是有次第 有生前的 那什么会 为根本戒 因为我们谈到 佛法的究竟十项 众生之所以变大 会开展使法戒的众生差异 六环四圣的差异 就是以跟十项相不相应 来衍生 诗法戒 以背离十项最远的 第一道 以圆满十项的是佛道 这中间就开展出 其他的法界众生 是不是 那 既然如此 反过来讲 修持佛法的前身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的来 戒法是不是也可以从这里来谈 是不是 那我今天守的是四项戒 很可能只有任天 当我开始守的 如何戒足我 我之的话 这是什么 生文戒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生文戒 结不会光只是 免 停在思想 生文戒 一定有核心的精神 好 假如我们在守持生文戒 但那个出离心不相应 因为生文戒的主戒体啊 主戒的精神是出离 假如你没有很真实的出离心 我这个出离心 我还是在这里要给你的 这个出离心 你要真知道出离 而不是嘴巴讲 哎呀 世间苦 不要出三戒 但你不知道什么叫三戒性 其实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充满感性 你并不了解三戒性的颠倒性 你没有真的想出离 这个只是嘴巴讲出离 但不是真出离 好 你如果了解真正的出离 然后为了成就这个出离 你就会回过头 我要看到 我就讲讲 因为我要能出离 我必须要能关三戒性 那关三戒性 当然要只关了 好 我也来关了 但我关不来 我想关关不来 那 再进一步去看 我的戒不仅仅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扣得很紧的 所以我必须要 守持这些 出离的戒 这些戒法直接的因果就跟我的正出离是连在一块 那假如我们纯粹只在乎外向的戒 而不知道这个戒精神的话 其实 慈戒是升天而已 是 慈戒是升天 所以 你了解这个道理 在你慈戒的时候你会不会 进一步更清楚 什么叫慈戒亲近 假如我慈戒 我慈戒很亲近 谁 谁慈戒很亲近 我啊 我慈戒很亲近 他 慈戒不亲近 你我他是什么 无印象 对不对 慈慈无印象 有没有处理 没有 所以慈戒是从外在这些种种的四项界 汇归到 究竟我手持这些升文戒法 处理戒法的用意在哪里 破除我我我所 破除我我我所才是目的 所以一个真正柔软亲近慈戒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应该像于什么 对五蕴的爱走 被舍离 所以慈戒到最后谁亲近 一定会走到 不一定我慈戒亲近 真亲近是在于 因慈戒故 而无我 因为这是戒法的核心目的嘛 戒定慧是连在一块的 他不会各别各别彩彩 不会戒规戒定规定规规规规 不是在佛法里面他没有猜他的东西 他是这样一直连起着 所以当我不断在在乎表象 我不是说否定的意思 而不是说 而是在你当不断在强调外在的亲近 反而生于慈戒五蕴的染着 执着患戒五蕴 执着慈戒五蕴 请不请请 也不过是 梦中里面的 什么 染污跟亲近的差别 梦中的染污跟亲近的差别 我是就众生在颠倒的时候有差别 可是就迷梦来讲 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所以我讲说为什么我们实际要有智慧 或者说 难得你能忍起 忍下来 精进的大小等次 但缺少智慧 不能将实际功德转移解脱 也辛苦啊 也做的该做啊 但会不到哪里去 会不到哪里去 好 戒法有这样的一个生前 所以一夜走到菩萨界的时候 这个光只是简单的讲 利益众生叫菩萨界 菩萨界的背后 到最后一定会跟所谓的无所得相依 我觉得菩萨界可以只是 广大的什么 慈善事业而已 所以菩萨有菩萨的道理 生文有 解脱 解脱道跟菩萨道 它有它的定位 它有它的核心精神 由这里所开展出来的相关修行 一定带着这个精神 一定带着这个精神 是不是 是 所以戒法有生前 那这里我们谈到什么 提供的一个精神 同一个方向 一个 告诉你 我所教戒的 你应该顺势的应该去实现它 其实这个主要精神就是说 国法的外向 国法的和亲 我们刚才谈到戒法是很生亡的 从事项的戒一直到 比如说我们的利语戒 还有什么 定供戒 还有道供戒 是不是 那这个内涵不同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我应该 随着我先 我们不能 也没办法离下跳很多的等次 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现前该做的 然后一直向你更旧近的亲近的戒法上 实践 而且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是 经常意念 换句话就是 将它请进来 好 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刚才提过了 因为了解这个戒的精神 戒 所要强调的 它如何守护到 因为唯有你这个整个道理 整个架构清楚 你就不会只停止在标准 我讲这句话 并不是要否定我们出前的戒法 事项的戒法 而是因为你知道整个修行的体系 借着核心精神的时候 你回头就可以去提 肯定什么 为什么 这些戒法的意义在哪 对 你不但不会活定 而是让这个戒法活起来 那因为你知道它的意义 开始怎么样 松弛 因为 如果你不对戒法产生 很清楚的定位 我们发觉我们实践变成有点勉强 有点均匀 好 因此有时候我们实践变成有点勉强 油头肝匀 激乱 我不是嘻嘻哈哈的 但我发觉 有些实践的人 很僵硬 很酷 你知道吗 很酷 很重视条文 很重视规矩 没错 但也感觉他 这个有没有错 这本来没错 这个应该的 但我看到的是一种僵硬 其实 我发觉 我感觉 开门 泡的感觉 那个有点 压抑 其实戒法 戒法应该是让你清安的 应该是让你清悦的 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出在你对他的认知可能有问题 你应该很深刻的 不是光 只是片面的一直在听戒而已 你自己用你的心 去体会这个戒法在你修行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好 所以因此 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你为了守护自己 为了成就你的道理 因为这都是众因缘 资良都是 你很清楚解脱的意思 你知道解脱的功能 所以你一定要很 持戒 持戒的动力来自那里 有很多动力 那其中 如果要修我们出家戒 菩萨戒 一定要很清楚 他 会向的地方 这个道理不清楚 你持戒有时候是另带目的 那你如果了解这个目的 我持戒 我知道功德在这里 我就开始会 审慎的去珍惜 所以我在持戒的时候 我会意念到什么 我有这份功能 所以为什么持戒会有不悔 有不悔会怎么产生欢乐 会怎么洗这些心 会法而如是的 从一观戒亲近 会产生不悔 有法而如是的 会产生欢乐 洗这些心 为什么会做 也就是说你不用特别想 他就会有的 只要你观察你的戒法 你就会有喜悦心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自认心作业 这类持戒也是自认心作业 也就是说 我看到我的功能 这时候 我会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作用 因为我这个 这个又关系到一个问题 什么功能 因为我持戒亲近 所以 我可以 正圣人所得法 所以第1个 你必须要知道 圣人所得法是 你很欢喜的 很殊胜 你如果这一点 不清楚 你会觉得说 那我持戒又如何了 但你现在因为你观察 我左右看 我很亲近 因此我具足了 成就圣道的条件 我只要这样顺路而走 我可以解脱 因为解脱 甚深难得 所以我欢喜 所以因为他在持戒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 因为他是 全会因缘合在一块 所以持戒人会产生 一种欢喜心 不悔 然后记得自己能 一路上往圣道上走 所以持戒人他会很乐意 乐于什么 只要我能多持一分 就多持一分 而这个持的这一分 会像什么 会像解脱 而不是会像五蕴 不能把持戒 持戒会像五蕴 五蕴 我持戒 不对 你会到这里就会起烦恼 到最后你就算戒亲近 其实以佛法就近的道理来讲 你是不亲近的 你弄错方向 你把那个 把持戒外向的亲近 拿来自我外在庄严 庄严你的烦恼 你会弄错方向 可是如果你对了呢 那就不会 所以到最后一个 具有正见的持手 这个戒法 他会不断品尝的这种 持戒来的亲近的喜悦 所以 持戒到最后 因为他亲近 所以他柔软 不是很酷 不是很僵硬 是柔软向 这个柔软向 不会像马尽年的柔软的意思 是不被烦恼所束缚 那个不会去造作伤害众生 会有一种身心不为烦恼所困住的那种僵硬想 不会 所以当你持戒会产生不断对戒法的皈依 然后从这里对自己修圣道的信心记住 好 那同时这个烦恼也慢慢的远离 所以那种清安喜乐 会在持戒里面会显出来 那假如没有的话 你看看 假如我们这个持戒里面 好像有祭司的勉强 这勉强可能是初学人会有的勉强 还是有些问题是 你还不是很确定持戒的功德 你现在在一个大团体当中的耶稣 没错 没错 靠别人的 耶稣里 你可以 使手一些 你可以清静 但如果因为你的团体 你能不能持手 你能不能清静 你的持戒是由别人来肯定 别人来督促你 还是由你内心欢喜的 这个是一个 一个人对戒的知见 稳不稳从这里看 就是说 你是需要别人来看 或是由别人来肯定 以后才持戒呢 还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佛法的因因果果的关系 我知道他必然由此得解脱果 所以我由之内心欢喜信手 这时候 意念无戒 必得到国 那这个戒 这个精神在这里 等于是这个戒里面隐藏了多少 因为他在防什么 因为戒法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有世卫观念 这个防非之恶 所以他的世卫观念 这个世卫观念放在表象的对错 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心的烦恼 都是防非之恶的 范围里面 因为戒法的尊重 其实就是对 政见的尊重 不是吗 因为政见就能抉择是非善恶 当我愿意持戒的时候 其实他所包含的 绝对不是共识戒法 他代表的是一个政见的底层 不是吗 管你怎么知道哪个对哪个错 对不对 所以一个戒法的持守 他隐藏了多少 第一个戒智慧 第一个他要不要精进 要精进 他要很多忍辱 要不要忍辱 直接要忍辱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一个法以一个为表真 后头的众多功德都在里面 所以一个人能坚持戒法 意念戒的功德 你要知道他都代表了意义 戒这不是光戒这一条 那当然可以成就 好 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回头来看 我们从你世界外向来看 因为我们先从体谈了以后 枝末的东西 意义就能定了 假如我们理论谈得很高 但现实的生活做不到 这是变得很高 这是变得很高 我现在讲就是 我们不可能 也许我们的阴言不可能 一下子 做得很拒绝 但这个做不到的应该惭愧 对 照理讲我在谈下就是说 一个身心如果是越来越亲近 越无怪了 他其实自自然的 对很多微小戒法 会有一种 有能力 去堪忍他 有能力去完成他 去尺寸他 因为他是保护你的 你现在如果做不到 表示你跟这个保护你的法有对抗 有烦恼处 这时候 如果你勉强做 你可能做不来 但你不能因此 就怎么样 反而颠倒是非 以为说 我去计法 已经不合时代潮流 不是 佛陀的智慧 不会不合时代潮流 佛陀的智慧 是完全就有众生的 烦恼在观察的 在哪个地方 都一样的 现在很多人 轻易想去改善 我们应该要了解 做不到惭愧 不要轻易去动它 因为他实际上 每个地方都是 关照到你的内心的烦恼 好 你今天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就会尝试着去救 我们道理懂了以后 我们会在现实当中 寻求一个什么 符合 所以在佛法里面 不管是得不得到 连佛法外向 也是一界为先 因为你里面我不知道 但你里面真有那个心 你事就会寻找到 所以在我们的 生怀里面 其实应该尽量的 这是我的看法 也许我们现在很惭愧 烦恼重了 我们很多地方没做到 但这个认知之间要有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活 不同意 在家 为什么 你因为你的生活跟在家 没有距离 这个距离我讲的是心态 观念 生活模式 这表示 我们在厌制自己的烦恼的地方 并不多 那因为 活华的外向 假如我们现在谈了很多 可是你发现 你所做的 你所染污的 跟世俗人无差别的时候 能不能让众生 起欢喜 亲共进行 那是不可能的 你再高的境界 如果 你有很大的智慧 说你能放假 那为什么这个戒法 你守不来 你连现在表象的 事项的东西 都守不来 你跟我讲说你有多大的解脱能力 怎么相信 所以 后来我们发觉 再生的道理 必须从它的基础 我们讲 字幕是因为我们谈它的 谈它的核 核心 开展出来它的用 那其实如果从道理上来讲 这些戒法 其实是佛法的基本 也就是要别以 如果以我们出家来讲 要别以出家再家 第一步 从哪里来 从今 不然你看不到 不然你看不到它中间的差异 是不是 该有的外向的东西 如果你这个连这个受不到 更何况就还更细微的烦恼 更细微的烦恼 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整个佛法 整个戒法 它是关系到整个佛法的核心 那我们在持守这个戒法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落实到现实当中 对峙我们的怀恼 以便是一个很现实的对峙 你有这等环绕 就像我在谈那个 禅定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我想要 前面也谈 我想要解脱 但我做不来 因为我没有地 那我就开始修地 修了老半天 花去 怎么修也修不上去 原来 基督清洁 这个耶稣 有什么意思啊 怎么努力修 都修不来 然后到最后 只好 好像把自己当作沙咪一样 当作刚出家 好 从基督开始 从 也就是一种心态 我理论坛那么高 我下手那么高 现在全部都 抹掉 还钱 依着一个初学者 该有的恭敬 该有的学习 该有的持守 按部就班 开始照顾着来 嘿 马上快 马上快走 为什么 你做不到的就是你烦恼生长出啊 我刚才讲的 你想要得慧 没有 必须要有定才能慧 要定要有戒 我定修不来 回头我就看 原来我的身心太过放了 我不懂得在我的生活意当中防护 所以后来发觉 如果真的要把楼盖上去 地级就是要打 以前那个盖屏的半吊子的 盖得很快的 两三天就盖得几楼的 用茅草屋用竹竿的 盖到一半开始晃 上也不上下也不下 快很快 但能不能再盖上去 盖上去就要打了 所以 看着别人从基础打起 刚开始速度比你买 你急着赶快求得有个成效 然后就一直往上盖 那对方是基础慢慢打 等他搭到一楼 你离近三楼 你也觉得了不起 因为他那个笨 当他二楼的时候 你觉得慢慢靠近 你也觉得你还比他高 有什么了不起 笨方法 为了盖二楼 我早就在三楼等你好久 你才二楼 结果人家到了三楼 你说 那最多一样高 这个是蛮性 到最后人家要盖四楼的时候 你盖不上去 因为盖了你会老 到最后就坐在旁边 干羡慕 我已经三楼就盖好很久了 为什么我不能盖四楼 盖啊 你干吗盖你盖 到最后 光在那里羡慕 光在那里群怒 想也没用 看人家四楼 五楼 六楼 七楼一直上去 他还是停在那里 到最后干脆 以及在那里 折腾 不如跳下来 全部打掉 从头挖地鸡 就这样 为什么 你为什么持不来 就是你烦恼生长出 不是直接给谁看 那个持不来的 其实就是你的烦恼出 你如果看清楚这一点 你就会带着一个惭愧心 然后带着这样一个证件 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我如何透过我的身心调整 由戒来 柔软我的心 由我的心去持这个戒 这时候自自然然发觉 每一个大小 持手 戒法的持手 都已经是自自然然 一点挂爱都没有 而且持手的 非常清安喜乐 嗯 好 那你就可以往上了 所以到最后发觉 还是从外向开始 为什么 外向代表 外向做不到 就问你的心 你要是能达到这一点 你自然 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表面上 你理由上说说我做得到 只是我觉得实际阴言啊 现在跟这个潮流不一样 你可以讲很多理由 我也都可以听 但我要问你 是怀恼还是真的是方便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这个例子我谈过很多次 那有一次 刚好学校以后在军学 因为我以前在大学有空没空就在军学 我一年就坚了很多次了 那后来出嫁就比较没几个 刚好在 日本的时候刚好坚学 我就是坚学 坚学的时候后面排着一个 韩国的出嫁人 不过韩国出嫁人到了日本以后 大概日本出嫁人很多就是 穿别胡 因为他们就结婚生子 在后面 因为我们进 我其实不认识他 那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图书馆进书 所以他知道 就常见面打个招呼 结果他就问我说 像往这样传遍我在你们台湾是怎样 我说 不会被接受 我就直接讲 不会被接受 那他们有个理论就是说 包括日本有个理论 我后来 他们我们在台湾就说 日本有个理论就是说 我们 在一般家庭里面 我们方便什么 度化众生 我们走在人群中 我们结婚生子 我们走在人群中 我说 这也可以 我也可以同意 但 必须你不然 你也不然 你自己看自己 就像那个 旧摩洛斯堡 还是安斯堡 他不是到最后被 国王逼着去结婚吗 是不是 旧摩洛斯堡 是 老是名字 这某某人 不打击的 结果他弟子这样 哎呀 师父可以结婚 我也要 你也要 结果那个 就拿一包针都吞下去 要 跟我一样 你吞几包 我吞一 你吞看看 你可以 你就跟我一样 好 最近有人问说 这个 酒肉穿残过 佛祖在心头 我说 祭甸和尚 吃进去 肉除除 还是火的 有办法 你就吃看看 好 当然 那都是 故事 你能不受用吗 你自己 你理由很多 但 在道理上 在经典上 的确你找到这样的理由 但我问你 这些人是不动心 你是染污的 你是染污的 你讲那么多理由 换了更多过子 你那颠倒之间 自己还无产无亏 做不到就做不到 也不是每个人一下做得到 但你要很清楚 这中间不是有太 不是用理由来唐赛 来模拟自己的这个过子 你连觉 连这种自行能力都没有 那个和 怎么称为道人 是 是不是 所以 自自然然 应该是 有这个戒法 你如果发现你有过失 你发现你有 你容易在这起心动念 这就是你的戒法 所以 在这里我要讲 戒法 除了一般之外 你还不断的加强 因为你经常在观察自己 哪些地方是 因为有 有些人烦恼在这边 在那边比较没烦恼 因为每个人 那些心动念 你对于你容易看到 而且产生的烦恼 你必须要不断反顾提醒 你在这里 必须要持这个戒 你这个持这个戒 我刚才讲了 这个持戒再不是一个形式的意义 而是在于是吧 我必须把这个 我要守持 我要防护它 我知道我在这里有过失 所以我要在这里防护 戒法 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修行的路 如果我容易起称恨心 我 经常修慈悲 我经常来观称恨的过失 好 我容易在这里爱然心 我必须要守持这个戒法 经常防护它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 在这边比较弱 在这边比较强 我可能是贪行人 我可能是称行人 我是痴行人 我是等分行人 我自己在某些个人的观察当中 应该有自己应该特别谨慎的戒法 经常念之在此 而不是说 日子这样过 好像没有烦 但没有那种真正的守护心 没有那个守护心 你一直在过日子 就好像在一个 无菌寺里面 不换过 但这不换过是因为 外面没那个缘 管老有没有乱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在僧团里面很轻轻 你一出去就奥土 为什么 你没有断肝吗 你没有对峙过它 所以我们讲讲 像我们现在饮食 我们现在饮食 当然比较不会产生什么鱼 最多的人吃这个 但特别说会去偷饮食来用的 很少吧 那你以为你真的不会挂爱饮食 你哪天去住那个 没得吃的 或者吃的很不好的 你会非常怀念台湾的美食 什么 说不定你做梦就会想到 你现在因为都满足嘛 所以你也敢回去 所以你的烦恼是被满足的 那并不表示满足所以好像不起陷阱 其实并不表示没有 所以当这一方面的渴求需要产生出来 你才知道你的饮食习惯那种染污 那个饮食欲啊 很强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对 你必须要关这个国子 你不要隆隆隆隆的以为你没有问题 那你必须要去观察 好 这是这个 你说 再无左右 虽常见无 不顺无戒 终不得道 除了戒法之外 今天你了解再多的法 但不能将纳入为 你内心的心情 这跟我无关 所以 以前有人想说 哎呀 我们来医职 我说医职也不一定要有形式啊 有时候你屠在旁边医职但不懂得文法 那不过是人际关系 那么多人际关系也没用啊 人际关系 有亲有书啊 往往一晚 我们就在这些冤亲在主 啊 大家亲在一块 亲到最要互相细处 道就生冤啊 人冤亲在主 但如果是细在法上的话 就没这个问题 就会始终清净 所以人跟在道场里面在佛法里面佛门当中 即使人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法 也就是说你今天作为佛弟子 就算你尝试我左右 但你不懂得医着法 你不要以为在我旁边 我来奉承你就有用 你不懂得医教奉勤 除了我是世俗人 需要人家巴结 需要人家公养 这样我们就能维持这种关系 那这种人其实也不要医治也可以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我不在乎你的那个 那个只是你表达的一种方式 最重要你在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 表达你的恭敬的时候 最重要是法 所以我说我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记得人跟我的关系 我从哪里来看 我不认为我自己很可以很亲 但我觉得一个人跟我有缘是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观念 有些佛法的观念 你看受幼 那也许我不一定对 但至少我觉得缘的生前在义法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道理 人的不是那种外在的人的多亲近的关系 是我们有没有自同道合 这才是一个人的长久关系 所以人的长久关系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非常亲近 它不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一种非常像 这个 很 细水长流的一种很 很深刻的味道 那个味道 很长远 就像我们讲那个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 甜如蜜 蜜 不能甜甜吃啊 那个淡如水 少喝了水的情 虽然它很淡 它对你的影响就是深远 其实这里面谈到这个道理 也是如此 不尽无戒终不得道 因为 佛法的核心精神 它要你从此得利益 但你只是依人不依法 如何得道 再观看 这个三十八章 国问撒门 人命在几间 对于数日间 国员只未知道 呼问 呼问一撒门 人命在几间 对于换时间 国员只未知道 呼问一撒门 人命在几间 对于呼吸间 国员善哉自知道义 好 那我们现在 我问你们 人命在几间 数十年间 你来到门外就排 你就不要进来啦 数日的都已经不及格了 你看我们一谈就 大概还有几十年 可见你这个人多顿 数字都用职位制造 现在啊 我最近在谈这个东西 好几个地方我一直强调无常 因为我对无常的 它对我是一个很大帮助的地方 也是比较深刻的地方 那我们谈无常谈多的时候 不管是出家在家 都有人会说 为什么一直动不动要讲词 他要讲点快乐的 我说 也可以啦 有些人应该 为什么一定要谈死 一定要谈无常 可是这不就是人生的现实 因为现在 当我们的观念 我们在谈生死的时候 谈无常的时候 如何认识这个无常 佛法并不是在谈一个威胁 佛法就在谈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 所以我再强调鼓励道心 以及用感性的鼓励 不如拿那个你也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无常 所以有的人就修行 修到最后 哎哟 我到这里修行不好 那里不好 嘿嘿嘿 都不好 那我干脆不要修行 我告诉你 有一点你要记得 你一定会死 你现在可以回避你这个密切 但我告诉你 当初你出家 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瞬间 你当初出家修行 就是为了解决人生无法回避的生死问题 而你现在要回去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哦 你可以回避你眼前现在的密切 但我告诉你 你最当初的动机 那一个要解决生死问题 你还没解决哦 那那个能不能回避的掉 我告诉你 你不会回避的掉 总有一天会碰到你的啊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谈这个 根性有时候就是谈多了 会觉得说你们出家了 你们国教谈得很灰色 国教不悲观也不乐观 国教人在沉浅思思而已啊 当你能知道怎么安顿你的生死的时候 你就有资格乐观了 我知道啊 明明生死问题在这里 请问我们当我们得到一个重病即将死的 你有什么资格乐观啊 是不是 而且这威胁即将来临啊 你有什么资格乐观 你根本没有资格乐观 是不是 所以在佛法里面谈无常其事 无常并不可怕 无常告诉你 在佛法谈无常是一个现实 无常多快 呼吸之间那是因为在比较呼吸之间 其实是以差 什么叫以差啊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是生命 生命有多少 简单来讲就是聚善 就是什么 所以这什么叫呼吸间 不是不是我威胁你啊 因为生命的聚就还在 善就是没有 就差一个聚善 就是 是不是 只要阴眼不聚足你的命就舍了 这呼吸之间还有 这个一定是 呼吸之间是用描述的 已经是已经够长了 为什么呼吸 湿进来 吐出去 再没吸进来 那个叫死 不过至少还有几秒间 其实人的命只要 一叫善就是 善就是吃掉 所以这个略论啊 都有听了在 我也经常去这个 这个略论 都有提到 是来生快还是明天快 如果你要说 明天快的话 你就要保证今晚 过十二点之前不能死 如果在晚上十二点之前死 那叫来生快 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很保证 你今天到晚上十二点不会死 那是谁保证的 请问就在这个此刻 从我们现在这个快三点的时间 到晚上十二点 事件死多少了 这个地球啊 是不是 对那些人来讲是怎么样 是来生快 不是明天快 现实就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 怎么样 就在我们从现实课到晚上十二点整 其实很多人要没命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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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